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王子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個我最喜歡的Comfort food 就是黑椒雞扒飯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的話 記得訂閱我 好 讓我介紹一下材料 當然當然要雞扒 多少人吃你就自己預算多少塊雞扒 我這個是一個雪藏雞扒 很貴死大塊 但是如果你去雞擋 買新鮮雞扒也可以 我這個就用不同的東西醃了 豬油 酒 魚露等等 你不醃也可以 因為可以靠黑椒汁 其他東西當然要一些胡椒 我這裏就是一些Peppercorn 我這裏有不同顏色的胡椒 不只是黑椒的 因為我做黑椒汁 如果之前看過我 我都說我喜歡用不同的椒 放進去就比較香味 還有一些麵粉 洋蔥 蒜頭 乾蔥 薑 還有一些蔥 還有一些麻油 豉油 老抽 還有一個Cooking cream 忌廉 還有一些牛油 這些材料我們待會就要剁開它 剁碎它 稍後用來做醬汁 最後我會加一些ChipBlandi 整個味道會比較香 好 開啟啟 先把牛油放進去 先把牛油放進去 記住 牛油不要太大火 因為會容易焦 除了牛油之外 我們都要加少少煮食油 剛才切了的香菇 乾蔥等 先把牛油放進去炒 炒香 好香 你見到我剛才偷偷地加了辣椒 如果你不太吃辣 你不需要吃 我喜歡的 這個過程我們不能急 火也不能太大 我們不想炒到它很焦 尤其是蒜頭很容易焦 所以火不能太大 牛油也不能太熱 所以慢慢炒 等炒香到這些材料的香味出來 然後它差不多 剛才炒到那些胡椒 我們就倒進去 一起炒一炒 好了 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要 火可以大一點 然後就放這個 切巴拉迪進去 為何要這樣炒一炒胡椒 因為這樣炒一炒胡椒 其實胡椒味會更加香 和更加出口 會辣一點 我們就要加少許麵粉 加少許麵粉之後 我剛才說要加上湯 火又調小一點 油油 你喜歡多稠 或者多稀 你自己就要用上湯 和麵粉自己來調調 好了 你會覺得 為何你的醬汁 不是很黑椒 顏色 或者好像不夠深色 很簡單 我們去到這個位置 就加少少老抽 醬汁 生抽 過調味 然後你看一下 顏色會變成 是不是很像 快餐店和茶餐廳 那樣的風格 我就喜歡 加少許多糖添 加少許麻油 加一點火香 你有沒有看到 我剛說還有一個忌廉 忌廉我們不放下 真的被人吃之前 我再放熱醬汁 我才放忌廉 好 煎雞扒 我不會很詳盡 讓大家看看怎樣 煎雞扒 但煎雞扒 其實有一個竅門 我們將平底鍋暖暖地 即是熱 不要非常非常辣 因為不好 然後雞扒就皮這一邊 我們就放進去 皮這一邊 向鍋 Rule of Thumb 是怎樣 很簡單 先把皮辣辣 大致上分幾小時 然後用中小火蓋蓋 十分鐘 黑漬雞飯飯 完成了 這是我最愛的 comfort food 好 我現在切開 你可以送意粉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對不起 我說不出話了 還想知道我有什麼好東西介紹給大家 記得subscribe我啦 MING PAO CANADA